啟德是香港現時的新盤供應重鎮 區內的生活配套、娛樂設施亦逐漸成熟 昔日的機場跑道區大變天會為我們帶來多少驚喜呢? 當中中國海外發展的維港雙鑽設兩座住宅大樓 分別24和25層合共提供702貨 標準互咸蓋開放式制度三房單位 另外亦會提供特色單位 預計2025年第一季落成 關於都匯海濱區的目標客戶群 主要是集中在中產的客戶群裏 為何呢? 從政府規劃 那裏其實沒有任何公屋或居屋的樓盤 其實都見到政府銳意打造一個中產或以上喜歡住的社區 另外代理亦提到 因為最近樓價較低都匯海濱區的新盤 亦好受內地客戶歡迎 其實都有少少分野 一方面有一班客戶想升級或換大些單位 所以便會選擇一個比較景觀開揚的都匯海濱區 他們都會比較傾向減三房以上的單位 而另一批就是我們屬於一個投資者 現在啟德區的租金升了 價又便宜了 所以區內的一房和兩房都很受投資者歡迎 租金方面 那區暫時有兩個屋卷落成了 一個就是維港一號 另一個就是馬一米基 他們的租金平均來說都達到差不多$45 如果在租值來說 這個都屬於比較低的水平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在城租深區部分的優質單位 其實赤租已經過$70 但是關於樓價方面 其實都匯海濱區最主要分了兩類型的景觀 一方面就是望維港正海的那些單位 其實赤價全部都說$30,000一呎以上 部分特色單位成交已過$75,000一呎 而有另一批景觀就是我們叫做 啟德內海景觀 這批單位就是會赤價大概是$22,000到$27,000左右 維港雙鑽衛柱都匯海濱區前段 前臨維多利亞內海和都匯公園 代理指出 大部分的單位都可以見到水 包括望向維港內海位置 又或者望穿另一個樓盤望正維港正海 好大部分的景觀也都望向這個 全香港最大的都匯公園 這個公園的景觀再加海景 這個雙圓景再加上軟跳這個 枝子山景觀是非常之靚的 另外還有就是前方正前方的位置 還有一個體育園區 主場館正正速立在面前 所以那個景觀真是超靚 維港雙鑽也輪近區內的重點建設 啟德體育園 項目最快於2024年下半年員工 2025年第一季開幕 提供一站式的運動、休閒、娛樂、餐飲和食物體驗 將來就會舉行運動的國際賽事和體育盛事 坐落淵源區內的啟德零售館 一共有三座 超過70萬平方尺 每座最多有五層 混集超過200間零售及餐飲店店 場館還有適合不同年紀的小朋友的室內親子遊樂場 日本最大的室內遊樂園 首間海外旗艦店也都將會進駐 超過20項融合尖端科技的遊樂項目 放假想帶小朋友去放電 來這裏便適合了 這區的交通配套 暫時以巴士及小巴線為主 隨著單位落成的火數越來越多 交通的路線亦都越來越多 包括去西灣河的巴士路線 亦還有一輛22號X 10分鐘值得啟德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 政府將會為啟德引入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當局最新已經就項目招收意見書 目標是爭取明年招標 2026年批出項目的建造合約 走線將連接啟德前跑道區 至港鐵的啟德站 令住戶日後的出入更方便 隨著2025年中九龍鋼線的落成 我們這裏便可以穿過地下隧道 直達西九龍高鐵站 對於大灣區的客戶群來說 這裏絕對是一個比較方便的交通網絡 以及可以直接連接著大灣區的發展 對於內地的專財客戶群 亦都有一個通勤的優勢 由啟德站出發 坐大約15分鐘便可以到達阿士甸站 到時可以步行前往西九高鐵站 大約35分鐘的車程 便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區內的陸法環境亦都很充足 根據政府文件 啟德都會公園將會有一條全長1000米的海濱長廊 可以踩單車又或者散步欣賞維港海景 另外亦都會設有一個1萬平方尺的圓景平台 提供多一個多用途的活動空間 例如觀景平台、草地、階級座位區、樹木廣場等等 創作多元化的活動和休閒空間 啟德發展、日出成熟、集商駐、悠閒和娛樂設施於一身 現在就來看看維港商駐的示範單位 只要加采yi多ьте sig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